歡迎收聽巴仁巴士這個環節 而今天巴仁巴士會有一個特別版 新春期間的特別交通消息 巴士裏面有什麼改動呢? 因為多區都會配合一些活動 例如小弟就會逐一講一講 年初一二期間有什麼新的交通呢? 首先為了配合政府的大埔林村許願廣場 日夜繃紛夜晚就有這個林村許願夜市 林村許願樹到往返大埔區站 由2月10日至24日期間 早上8點至晚上7點 還有一個巴士叫63R 亦是九巴特別路線 就是往返大埔區站巴士總站 去到林村許願廣場 途經幾個站 有大埔超級城 和大埔泰和廣場 便會直接去到林村許願樹 比起原本的一條路線64號 要繞大埔內街 內村便會比較快 另外特設有也有免費的穿梭巴士 由2月7日至2月13日 夜晚8時9日之間 這星期約10分鐘一班 由太和開出 夜晚7點半至9時45分 約10分鐘一班 由林村開出 往返太和村 近廣福道近新和流去到林村許願廣場 而為了配合關口上的人都可以參加林村野賓賓 設有香園圍穿梭巴士由2月10日至13日晚上6時至7時半 由香園圍邊境管制站公共交通交會署開出 而晚上6時至8時半由林村開出 亦往返香園圍邊境管制站公共交通交會署 即是非專門巴士上路客去到林村許願廣場 另外專線小巴25號K、九包羅四號K及羅四號P 亦往返林村許願廣場或林村許願樹 另外還有另一個交通安排就是大連賽日 今年特設有一花車會演 所以首先港鐵在年三十晚今晚會通宵行駛 而東鐵線都會在年三十晚到年初而廣場服務 另外就是關於九包的安排 九包都會為了配合農曆年期間過境出行的需要 他都向了運輸署申請加開通宵特別路線 這條線是往返由天水圍天池村往來新田 而服務覆蓋就是天水圍、元朗和新田黃巴站 亦為了配合 亦為了配合 方便旅客參加花車巡遊和煙花會演這些新年活動 所以都會計劃開辦尖東前往新田黃巴站的通宵路線 而服務地區包括尖沙咀、游馬地、旺角、大浪、上水和粉嶺 這個九包另外都會加強一些往返邊境口岸的路線 包括B1來往天水圍、元朗和樂馬洲站 B9來往屯門、元朗和香園圍口岸、79K 來往上水、粉嶺和打鼓嶺的重源下 A30、A31、A33X、A36、A37、A41和A43 就是往返新界國區、港珠澳和機場 另外九包都會按照客人需要加強幾條元朗區對外的服務巴士路線 例如68M、68X、268C、268X、269D、968線 以及加強沙田和北區對外路線88、261、277E、279X的一個班次 而乘巴方面都會加強一些巴士路線服務 就是B3X系列的服務 乘巴會因應深圳灣口岸 農曆新年期間延長24小時的開放 將於大隨即夜 即2月9日至13日年初四 深夜日日日清晨 第一次開辦通宵巴士NB3系列的路線 NB3路線往返屯門碼頭、屯門市廣場和深圳灣口岸 而NB3特別班次亦往返屯門市廣場和深圳灣口岸 這條路線和日間路線B3X差不多 年三十晚祝各位自己有新年快樂 уляр入宵巴閲